台湾反曲宫女团射箭世界杯巴黎战斋金彭加毛个人赛夺赢 台湾女子射箭选手雷千银彭加毛郭子颖26日在射箭世界杯巴黎战反曲宫团体赛金牌战役无比一击败印度 赢得台湾女子射箭代表队本季首面团体赛金牌 队中资历最深的雷千银向中央社表示 这次大家都有发挥平常的实力水准 也会在场上互相提醒 整体团队氛围与默契都营造得很好 才能顺利在决赛中拿下胜利 彭加毛则在个人对抗赛不敌日本选手安久施乃 以银牌作收 得到他生涯在世界杯个人赛首面奖牌 彭加毛是在最后一局以一分隐恨 但他说 我觉得没有关系 因为我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拿到这份荣耀我也会继续加油 专访 台裔朱如荫奉江振成为偶像10岁变成小小顶级厨师 台裔女童朱如荫三年前已10岁之灵拿下厨艺节目小小顶级厨师美国版第8季冠军 自我要求超高的他厨艺精湛且临维不乱 父母替他开心之余 也对他展现的超强抗压性刮目相看 被问到对台湾印象最深刻的是 朱如荫表示怀念烤玉米等夜市小吃 他并说市民除江振成为偶像 期望明年返台时能光顾他的餐厅 享用以真艺术境界的美食 遭影射外交转向中国瓜地马拉总统 日内唯一承认台湾 瓜地马拉总统贾麦黛日前接受英国媒体专访时表示 瓜地马拉是目前台湾邦交国当中的最大国 只要他身为总统 瓜地马拉就会继续与台湾维持邦交 这是日前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刊登专文影射瓜地马拉将转向承认中国后 瓜国总统首度公开辟谣 甲麦黛于2020年1月14日就任 任期4年 依规定不得连任 自备饮料杯至少省5元1分之期上路超商速食店皆可享折扣 依据环保署公告 7月1日起民众自备饮料杯在连锁饮料店便利商店速食店及超级市场买饮料时 至少可享新台币5元折扣 估计这些商店在全台共约5万多家 而109年全台一次性塑胶饮料杯使用量约22亿个 新制上路之后 预料将使这种塑胶容器的使用量减少 有助于达到减速的目标 知名素食业者麦当劳肯德基从6月便开始响应这项现金折扣政策 侯豆确诊收治负压病房为保护医护第三代天花疫苗争取年底到货 台湾出现首例境外移入侯豆个案之后 卫福部疾管署26日表示 为保护医护人员 这类病患仍将收治于负压隔离病房 因台湾出现首例被匡列的9名接触者占无症状 但潜伏其最长约21天 仍需观察 天花疫苗可预防侯豆疫情 各界关注第三代天花疫苗采购进度及接种规划 卫福部疾管署副署长庄仁祥表示 争取年底到货 但数量和时辰仍在和厂商洽谈中 G7会谈期间俄军轰炸基辅英法将对乌兰提供更多援助 G7高峰会在德国举行期间 俄军对基辅等地展开飞弹攻击 造成多人死伤 美国总统拜登以野蛮行径形容这波轰炸 英国首相强身和法国总统马克宏26日在场边会谈时 同意提供乌克兰更多援助 以对抗俄罗斯的侵略 两人并表示已见到扭转俄乌战争的契机 北顿内茨克落入俄军手中乌克兰一个多月来最大挫败 俄罗斯与乌克兰当局25日表示 俄军已完全掌控乌东城市北顿内茨克 这是乌克兰历经数周来最血腥战斗后 基辅一个多月来最重大的战场挫败 乌克兰称撤离北顿内茨克是战术性撤退 未来将从北顿涅茨和对岸地势较高的利西昌斯克继续作战 清俄分离主义者则说 俄罗斯军队现在正在攻打于北顿内茨克形成双子城的利西昌斯克 美最高法院推翻宪法堕胎权保障料将左右二关键州选战 全美各地堕胎权支持者25日连续第二天走上街头 抗议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素维德案的历史性裁决 但另一方面 由保守派执政的各州已陆续出手禁止堕胎程序 堕胎议题也成了今年11月宾夕法尼亚州和密西根州等关键州州长选战的焦点 中国封城小型企业受创申报告预测今年GDP成长率无法达标 中小企业是中国劳动市场的骨干 近期企业却纷纷冻结人事并减薪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发布报告指出 预测2022年国内生产毛额GDP成长率为4.7% 较2021年平均成长率回落0.4个百分点 将无法达成5.5%左右的成长目标 腾云二型无人机绕岛测飞学者 国防自主里程碑 中科院研发的腾云二型无人机26日凌晨完成近11小时测试 学者认为 腾云二型先在3月完成24小时耐航飞行 这次进一步完成绕岛长途飞行 象征全机软硬体整合成熟 可说是台湾无人机科技的一大成就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6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